經歷 你目前跟清零黨談的合作的方向到了哪裡? 嗯... 好像我們繼續談 來...看看定年齊 因為就是宋主席他講到說 這張門票是誰賣 那是不是其實兩發的合作 算是好消失 那當然是誰賣 這是牽涉到整個國家未來發展的問題 這是一個大家價值觀 真的判斷的問題 我講說隨著一年走 我們再看看未來的發展怎麼樣 有委員要求我去浮選的話 當然我就盡力而為 大陸韓國瑜的總統候選人希望你幫忙 我不是講我要參選到底嗎 怎麼還會去浮選別的總統候選人呢 而且我已經講過了 我支持韓市長選市長 我支持他做好市長 後面就沒有了 明天是不是會發表一個聲明 我沒有什麼聲明 我聲明的話也會有聲明稿啊 沒有 是有關於到委會嗎 我退40個發明出台我不知道 我明天從執行完以後 我一人還是穿著整整齊齊的西裝走出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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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也在明年1月31號要告別的 因為我講過都是我不留在立法院 是有做影片的嗎 沒有啊 明天還是依然 我有一個資訊稿啊 我照著資訊稿店 我不是為著明天要宣佈什麼 這個退不退的問題 或者是留下什麼所謂 要放進什麼影響 沒有這回事 我不清楚什麼叫國 我想喔 尊重各方的看法 本週國民黨又要開閘兩人的黨籍 會不會覺得說現在國民黨的變成是誰 是誰呢 兩位是誰 就是像有要參選的托黨參選 已經有這個 托黨參選 他當然是違背了黨的最核心的 一個基本原則 那是不可不可以 那是不可不可以 那是說這個 國民黨內部不允許有中間聲音的出現 這個我們主張台獨的話還是可以演討注 那是否 沒有實際去著手做台獨的工作 當然這個都還是在一個 這個國家的言論是有的很喜歡的 是不是我不曉得國民黨怎麼會這樣子 你看這個陳同佳的事情 國民主黨的一個選擇 我們有三個原則 第一個原則當然我們不能輕易的放棄我們的司法主權 第二 當然這個案子有殺人 那就要接受一個司法的公平審判 第三 阿富西方借這個議題來當做政治的算計 應該點這三個原則 總議每個黨提出說這個 這個台灣不應該派你去香港 這每個黨怎麼說我們都尊重 不過我講過 不要做政治的算計 好 謝謝 好